勇者西梅尔死后29年,弗力连一行四人来到了北方诸国莱奥布丘陵。 路上,赞音突然问起大家,难道不觉得队伍里缺少点什么吗? 弗力连也一本正经地思考了起来,说已经有了魔法使和僧侣,前卫也不缺。 一旁的飞轮子递出可能缺少一位盗贼,毕竟弗力连总会被宝箱怪吃掉。 随即立刻听到弗力连强调,宝箱是蕴含无限可能性的东西。 就在此时,赞音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不对,我们缺少的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没有年长的大姐姐啊,正常队伍里起码会有一个的吧,性感成熟的大姐姐。 赞音激动地控诉着,休泰尔克则表示这不是有弗力连吗? 结果发现赞音一脸痛苦,酷诉弗力连才不是什么大姐姐。 弗力连也只好自责地对她道歉,就在现场气氛陷入尴尬的时候, 休泰尔克突然转移话题,说已经能看到下一个村子了。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了前方城镇,并发现此处的居民将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昏睡了过去。 见此情景,弗力连直言这里有麻烦的味道,提议赶紧去下个村子。 但听到飞轮说自己要生气了后,立刻表示刚刚是在开玩笑。 一旁调查的赞音则对大家透露了村民昏睡的原因,他们中了诅咒。 休泰尔克好奇地询问弗力连什么是诅咒。 弗力连子告诉他,魔族和魔物所使用的魔法中,有能让人沉睡或石化的类型。 这其中还未被破解的部分都被人类称为诅咒。 虽然凭人类的魔法技术既无法理解其原理,也不能找到解除方法,但女神大人的魔法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从过去开始,使用女神魔法的僧侣就靠帮他人解除诅咒为生。 给休泰尔克科普完诅咒后,弗力连询问赞音是否可以帮村民解除诅咒。 赞音让他先不要着急,说自己正在调查诅咒的种类和发生源。 就这样,弗力连、菲伦和休泰尔克坐在旁边等了起来。 休泰尔克又问弗力连,女神大人的魔法和普通魔法有什么不一样。 弗力连则告诉他,女神大人的魔法记载在圣典中,因此只有持圣典的人才能使用。 并表示,目前大多数女神大人的魔法都和魔族魔法一样,尚未被研究清楚,所以毫无乐趣可言。 另外,使用女神魔法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拥有与生俱来的资质。 而拥有这种资质的人,同时也拥有被称为女神加护的诅咒抗性。 因此基本上所有僧侣都有很强的抗性。 那连你都没办法完全抵抗诅咒吗? 休泰尔克好奇地询问弗力连。 弗力连子告诉他,魔法使是无法感知到诅咒的。 虽说自己多多少少都有点正在被攻击的感觉, 但也只能判断出这个村子在诅咒范围之内。 菲伦也表示自己感觉有点痒痒的。 这让休泰尔克终于意识到自己也在被诅咒, 并立刻陷入了恐惧之中。 与此同时,赞尔也完成了对诅咒的调查。 他告诉大家,村民们正被一种极其特殊的诅咒攻击, 虽说可以解除, 但解除诅咒不仅要准备好几种道具, 还得举行仪式, 效率很低, 不如直接去将诅咒的源头消灭。 这次诅咒的发生源是某种魔物, 自己已经计算出了其所在位置。 听闻此言, 弗利莲十分满意, 称赞赞尔的提议简单明了, 但就在大家准备出发行动的时候, 休泰尔克因诅咒昏睡了过去。 弗利莲询问赞尔能否让休泰尔克苏醒一小段时间, 赞尔却表示自己现在所使用的魔法 顶多能让沉睡者保持五秒的清醒。 因此三人放弃了将秀泰尔克唤醒的念头, 轮流搬运着他前行, 却不料还没到目的地, 费轮面也昏睡了过去。 见此刑警, 弗利莲只好将二人藏在树林里, 并张开结界保护, 随后与赞尔继续前进, 二人距离诅咒发生源越来越近, 弗利莲也意识到自己昏睡过去是迟早的事, 于是嘱咐赞尔, 找到魔物后一定叫醒自己, 不可以一个人战斗, 还说自己一定会将魔物打倒。 听闻此言, 赞尔再次强调自己只能让沉睡者苏醒五秒, 学问弗利莲五秒能做什么, 而此时的弗利莲已经昏睡了过去。 算了, 僧侣多多少少也有专动用的魔法。 赞尔边说便将弗利莲背到安全的地方, 随后独自一人来到了魔物面前, 眼前的魔物是混沌花的亚种, 他此时正一点一点的榨干沉睡者的魔力, 似乎将昏睡的村民当成了自己的肥料。 发现赞尔的魔物立刻发动攻击, 赞尔则一边闪躲一边观察分析, 他发现这只魔物的身体像镜面一样光滑, 猜测是此处原生植物与混沌花衍生的亚种, 但无论混沌花亚种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花蕊部分的核心都是弱点。 做好判断后,赞尔立刻使用女神魔法女神之三枪对魔物核心发动攻击, 魔物则当即使用触手挡住核心, 利用镜面般的身体将赞尔的魔法反弹了出去, 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这让赞尔瞬间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 如果我不能准确击中他的核心, 叶子便会将我的魔法反射回来, 说不定还会伤到弗利莲, 可恶, 这么下去就糟了, 不如使用魔法唤醒弗利莲。 但像他那样强大的魔法使, 使用的魔法一定会被反射回来。 别说这片森林, 就连附近的村子都有可能被殃及, 我可没有自信在五秒内把现在的状况说清楚。 而且, 我和弗利莲相处的时间, 千里起的信赖关系, 也远没达到无需语言, 便心意相通的程度。 说到底, 我完全不明白弗利莲到底在想些什么。 在阴边思考边躲闪魔物的攻击。 并突然想起了海塔曾对自己和大猩猩提起过弗利莲。 那时的海塔告诉他们, 自己很多时候其实也无法理解别人到底在想什么, 但他觉得冒险并不需要稳固的信赖关系, 或者无需语言的默契。 以前的同伴弗利莲就特别不擅长与他人建立这种关系, 于是海塔决定只要单纯地相信他就好。 弗利莲说过一定会打倒魔王, 而海塔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相信他吗? 真是的, 这种时候想起了那张蓝散的脸,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活可不管了。 下定决心的赞音立刻发动魔法, 并成功唤醒了弗利莲。 见弗利莲苏醒, 赞音立刻大声提醒他只能攻击核心, 但话还没说完, 魔物的核心便已被弗利莲的魔法贯穿。 嗯, 知道了。 就这样, 村子的诅咒危机顺利解除, 作为村民代表的成熟大姐姐郑重地感谢赞音等人, 说这是他们所经历的最棒的清晨, 大家绝对不会忘了这份恩情。 赞音也礼貌地表示, 我们只是做了理所当然的事, 随后与弗利莲等人继续踏上旅程。 路上, 弗利莲对赞音聊起了这次战斗, 说自己一睁眼就意识到, 这种类型的魔物应该会使用反射魔法。 赞音则发出了, 原来你真的是个很厉害的魔法使这样的感叹。 不过这次能活下来都是赞音的功劳, 谢了, 你很了不起。 弗利莲边说扁电起脚摸着赞音的脑袋, 赞音也露出了微笑, 但随机又感慨, 刚刚村子里的大姐姐好漂亮, 并遭到了秀塔尔克的吐槽。 勇者谢梅尔死后29年, 弗利莲一行四人抵达了要塞城市弗利西, 这里是前往魔法都市奥伊萨斯特的中转站, 弗利莲打算去弗利西补充物资, 飞轮则感叹起了长路漫漫, 现在才走了一半, 就在他打算告诉弗利莲, 路飞已经不够了的时候, 不远处, 一名戴着一只眼罩贵族打扮的人喊住了他们, 并凑上前来和管家一起摸修塔尔克的身体, 还边摸边感叹好身材, 长得也不错, 随后将以修塔尔克为首的一行人邀请进了宅邸, 贵族是弗利西的领主, 他将修塔尔克等人带回宅邸后, 便开始查修塔尔克户口, 但刚问完名字便被弗利莲打断, 弗利莲直言领主这种做法会让人很困扰, 还认出这里是北方诸国三大骑士团奥尔登家族的宅邸, 并表示领主的祖父也是个蛮横的人, 这令领主颇为不爽, 斥责弗利莲在讲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并表示自己正在和修塔尔克说话, 别人不要插嘴, 弗利莲也不该示弱, 强调修塔尔克是自己队伍的前卫, 于是奥尔登领主便阴阳怪气地询问修塔尔克, 是不是和你说话必须要取得妈妈的许可, 无辜的修塔尔克也只好弱弱地拜托二人不要吵架, 随后, 奥尔登领主终于直奔主题, 说出了自己邀请他们的目的, 我想拜托你办件事, 会支付相应的报酬, 领主傲慢地对修塔尔克提出委托, 听闻此言的弗利莲则立刻拉着修塔尔克离开, 还留下一句无聊透顶, 但刚走到门口便被菲伦叫了回来, 菲伦给他展示了五枚铜币, 赞音则告诉他这就是小队谨慎的盘缠, 就这样, 弗利莲终于决定免为其难听一听领主的委托, 一行人跟随领主离开房间, 领主则继续对修塔尔克查户口, 并告诉他奥尔登家族也出自修塔尔克故乡的村子, 了解故乡的修塔尔克一脸悲伤, 说着说着, 领主便带众人来到了一张巨大的画像面前, 画上的人和修塔尔克长得一模一样, 领主介绍说这是自己的长子维尔特, 他不仅仅是领主继承人, 也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然而, 在一个月前与魔族的战斗中, 维尔特舍弃了自己的性命, 与敌人的将军同归于尽, 在那场大规模的混战中, 目击到维尔特战死的仅有寥寥几人, 这对于领主来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弗利西是这整片地区的防守要塞, 在消耗掉的兵力恢复之前绝对不能降低士气, 维尔特的死讯必须被隐藏起来, 这正是领主要拜托修塔尔克的事, 他想让与儿子长相别无二致的修塔尔克 出席三个月后的名流社交会, 让这片区域所有人都看到毅然健在的维尔特, 报酬则是十枚休特拉尔金币, 这个价钱能维持每日三餐, 来加零食花销足足一年, 除此之外, 领主还答应弗利莲可以从书库里随便挑选一本喜欢的魔导书, 报酬可以说是相当丰厚, 但修塔尔克似乎不太想接这个委托, 他直言自己不可能做得到, 还了解头发问领主这个伤疤怎么办, 领主则表示, 本来他们就在向民主散播维尔特正在疗养的情报, 伤疤完全可以当作光荣富伤的证据, 就这样, 在飞伦都是为了路费的拜托下, 修塔尔克接受了这项委托, 并在领主管家加贝尔的教导下学习起了贵族社交礼仪, 每天被折磨的七混八素, 这天, 飞伦在回廊看到摇摇晃晃迎面走来的修塔尔克, 询问他社交礼仪练习得还顺利吗? 修塔尔克则生无可恋地表示, 那简直是地狱, 随后展示起了自己的练习成果, 单膝跪地对飞伦做出邀请姿势, 并询问他感觉怎么样, 结果被飞伦无情地吐槽真不适合你, 修塔尔克伤心地表示自己要去外面透透气, 被留在原地的飞伦则呆呆地看向刚刚被牵起的手, 离开回廊后, 修塔尔克在楼梯看到了站在儿子画像前的领主, 并对他打招呼, 领主则严肃地提醒他要称呼自己为父亲大人, 但修塔尔克依然不愿意这样做, 他询问领主这么做是不是太绝情了, 毕竟维尔特站子至今还不到两个月, 领主则表示自己只是在遵从儿子的遗愿, 他其实早就准备好了维尔特的替身, 只是没有修塔尔克那么像而已。 不过, 这确实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感觉, 无论如何, 这都是我儿子的遗志, 你要奉陪到底啊。 想起儿子的领主, 声音和表情都变得柔和了不少, 修塔尔克则吐槽领主有够笨拙后, 跟随他来到了宅邸后院, 并看到了一位正在练习建树的少年, 少年是领主的次子穆特, 路过穆特的领主让他将腰再挺直一些, 并告诉修塔尔克, 虽然穆特现在是自己的继承人, 但却迟迟没有取得进步。 这让修塔尔克想起了称他为失败品的父亲, 随后和穆特一样拿起木刀, 准备接受领主的剑技指导, 领主告诉修塔尔克, 剑技水平会反映在迟道的姿势上, 并表示自己现在就向阿尔登家族的剑技传授给他, 随后却突然发现修塔尔克有些不对, 仔细观察才看到他的双手正在颤抖, 于是立刻走进修塔尔克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深呼吸,放松点, 这里不是你的故乡。 领主边说边纠正修塔尔克的耻见姿势, 修塔尔克则对领主刚刚的话感到惊讶, 随即询问他怎么看待穆勒, 在听到领主说穆勒天分无法与兄长相提并论后, 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不过他十分努力, 呕心沥血积累的成果是不会背叛自己的, 那家伙以后会成为一个比我更优秀的骑士。 领主笃定地说着, 并被修塔尔克提醒这些话最好还是说给穆特听, 随后微笑着告诉他就是因为一直在说, 穆特才会得意忘形, 无法取得更多的进步。 那可真是头疼啊。 社交会日子越来越近, 领主突然又提出让菲伦也进行礼仪练习, 理由是顺灵男士一个人去参加不合适, 如果菲伦实在不想去的话, 那就只能让弗力连骂骂代劳。 弗力连则对菲伦说了句加油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这样, 菲伦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交礼仪特训, 并在社交会当天和修塔尔克交流起了感想, 称这种特训果然是地狱, 并对之前为路费让秀塔尔克接受这种委托道歉。 秀塔尔克则再次展示起了特训成果, 再次对菲伦发出邀请。 难得这么辛苦地练习过了, 我们也来跳支舞吧。 面对单膝跪地的秀塔尔克, 菲伦再次表示这真的一点都不适合你, 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了邀请。 看着翩翩起鼓的二人, 赞音似乎也来了兴致, 邀请弗力连和自己挑一支, 但却被弗力连以我要吃蛋糕为理由拒绝了。 值得一提的是, 领主奥尔登并没有出现在舞池中, 此时的他正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 询问管家如果自己不是眼睛受伤无法站在前线, 维尔特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就在此时, 修塔尔克来到了他所在的房间, 意识到社交会结束的领主让管家去给弗力连支付报酬, 随后称赞修塔尔克是出类拔萃的战士, 便告诉修塔尔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留在这里, 但话刚说到一半便被修塔尔克打断。 我可不是你儿子的替代品啊。 修塔尔克一脸认真地看向领主, 领主也再次露出了柔和的微笑, 称修塔尔克说得对, 自己也不是他父亲的替代品, 还说克莱地区战士之村被魔族毁灭一事, 自己也有所耳闻, 知道修塔尔克已经没有能回去的地方了。 又提起维尔特战子之前, 自己曾和他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大吵了一架, 当时的自己对儿子说了再也不想看到你的脸了, 却没想到这无心之言竟一语成衬。 修塔尔克,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或是从心底里相信是有奇迹发生了? 仍为放弃挽留的领主温柔地说着, 听完此言的修塔尔克则微笑着婉拒, 他告诉领主既然如此, 自己就更不能留在这里了, 因为他也对养育自己长大的人说过同样的无心之言, 所以必须要继续旅行, 然后把旅途中所见所闻当作礼物带回去。 就这样, 领主终于放弃了挽留修塔尔克, 致富报仇的环节到了, 弗利莲在弗利西书库里没完没了的就结, 急得管家脸色发白, 飞轮见状联盟提醒弗利莲, 这样会给管家添麻烦, 修塔尔克和赞因则闲聊了起来, 赞因说重整兵力恐怕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修塔尔克则微笑着看向窗外练习剑技的奥尔登父子, 感叹至少现在领主不用因为继承人而发愁了。 勇者辛梅尔死后29年, 弗利莲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库拉地区, 弗利莲告诉大家, 自己有一位长寿的朋友就在这里, 人们叫他佛鲁爷爷, 他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矮人, 在此守护了村子将近400年, 而矮人的寿命一般来讲是300年左右, 我想在他去世前和他好好去继救, 弗利莲边走边说, 一旁的修塔尔克连忙表示, 这种话可不要随便讲, 费轮则感慨能和弗利莲续救的人, 世上也没有几个, 因此像这样绕一下路也不错, 随后便听到弗利莲说好想就这么待上十年, 于是立刻严肃地告诉他只能待一周, 就这样, 四人来到了目的地村子, 并在村口看到了一个年迈的爱人, 他正是弗利莲口中的弗鲁爷爷, 见到弗鲁爷爷的弗利莲立刻凑上去打招呼, 便给大家介绍起自己这位老朋友, 还问修塔尔克弗鲁爷爷是不是很帅, 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结果被修塔尔克吐槽这也太老了吧, 就在此时, 弗鲁爷爷开口了, 他问弗利莲你是谁, 并再次被修塔尔克吐槽这不都老糊涂了吗, 我是弗利莲啊, 对, 弗利莲, 你还在装老年痴呆吗, 弗利莲警惕地说着, 随后弗鲁爷爷突然挥动配件将修塔尔克绊倒, 并教育他说因为大义轻敌而在战斗中丧命的家伙数不胜数, 这种战斗方式无论是对魔族还是人类都最为有效, 即使再优秀的战士,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会轻易受到致命伤, 如果刚才自己拔剑了的话, 恐怕修塔尔克的脚已经不在身上了, 事实上, 就算弗鲁爷爷没有拔剑, 这一击也打得修塔尔克站不起身, 教育完初次见面的修塔尔克后, 弗鲁爷爷又对老朋友弗利莲表示欢迎, 让他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就可以, 弗利莲则笑着调侃弗鲁爷爷依然在用这种卑鄙的战斗方式, 并准备与菲伦等人进入村子,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修塔尔克依然无法站起来, 于是弗利莲直接让他跟着弗鲁爷爷特训, 一旁的赞音则感叹了一句真是为不得了的老人家, 进入村子后, 弗利莲拜托旅店老板给自己介绍一份工作, 毕竟他打算在这里待十年, 随即立刻被菲伦提醒只能待一周, 于是只好作罢, 一行人在村子住下后, 修塔尔克接受弗鲁爷爷的训练, 弗利莲和弗鲁爷爷叙旧, 菲伦和赞音则接起了村子的琐事委托, 村民告诉二人, 根本没有几个冒险者看得上这里发出的委托, 因此菲伦和赞音真是帮大忙了, 随后又聊起了弗鲁爷爷, 不过, 没想到弗鲁爷爷也有朋友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看起来那么开心的弗鲁爷爷, 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 平时连正常对话都进行不了, 听说弗鲁爷爷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守护这个村子, 但他这么做的理由却没有人知道, 对于我们来说, 弗鲁爷爷就像是守护神一般的存在。 村民认真地给菲伦介绍着, 菲伦则看向与弗鲁莲有说有笑的弗鲁爷爷, 随后感叹了一句他一直都很孤独吧。 就这样, 弗鲁莲一行四人开始与弗鲁爷爷共同生活, 他们一起吃饭, 钓鱼, 采蘑菇, 狩猎, 修太尔克则持续接受着高强度训练, 不知不觉见,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弗鲁莲询问弗鲁爷爷, 修太尔克的状态如何, 弗鲁爷爷则告诉他哪孩子多少像点样子了, 并感叹人类成长真快。 弗鲁爷爷, 我真的很开心能和你度过这段时光, 是弗鲁爷爷给了我了解谢梅尔他们的机会, 直到现在我也很感谢你。 弗鲁莲微笑着说着, 随后回忆起了曾将与谢梅尔等人一起来这里的时候, 当时, 谢梅尔询问弗鲁爷爷为什么守护这个村子, 听弗鲁爷爷说陈年旧事何必重提, 事到如今已经无关紧要后, 谢梅尔严肃地表示, 人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拼上性命, 于是弗鲁爷爷终于讲起了自己守护这里的理由。 在久远的过去, 弗鲁爷爷曾对身为人类的妻子许下承诺, 至今为止的所作所为, 也都是在坚持那个承诺, 守护妻子深爱的村子。 不过, 关于那个女性的话题就到这里了, 就算老夫继续讲下去也没有意义, 她的外貌, 声音, 甚至连一个眼神你们都无法想象吧, 这些东西是仅属于老夫的悔意。 很可笑吧, 老夫年复一年的守护这个村子, 只是为了遵守对已逝之人的承诺。 弗鲁爷爷略带自嘲地说着, 谢梅尔则伤感地回了一句也是, 随后表示自己认为那位女性一定会因为弗鲁爷爷一直遵守承诺, 而由衷地感到开心。 弗鲁爷爷则称赞起了谢梅尔。 对于弗鲁爷爷的肯定, 弗鲁爷爷微笑着表示感谢, 但又表示自己觉得这件事没必要劳烦他, 毕竟自己的队伍里有弗鲁莲和爱泽。 听闻此言, 爱泽立刻强调自己可没精灵族那么长寿, 于是谢梅尔转头看见弗鲁莲, 问他会把大家的悔意带向未来吧。 对此, 弗鲁莲的回答是, 我倒是无所谓。 看着眼前气氛轻松的勇者小队, 弗鲁爷爷不禁称赞谢梅尔有一群好伙伴, 西梅尔则得意忘形地表示, 之后一定要让弗鲁莲看看自己精心编辑的美男动作集。 并为弗鲁莲吐槽, 我还是不要记住比较好。 时间回到现在, 弗鲁莲正对弗鲁爷爷吐槽, 西梅尔的美男动作集没什么用, 简直就是浪费记忆容量。 弗鲁爷爷则询问弗鲁莲, 是否还能记住西梅尔的长相。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又问她是否还能记住西梅尔的声音。 这番追问让弗鲁莲颇感不爽, 质问弗鲁爷爷是不是瞧不起她。 这些自己当然全部都记得。 还说西梅尔可是让她想去了解人类的契机, 正和弗鲁爷爷决定守护这个村子的契机一样, 都是无比珍贵的回忆。 是吗?契机呀! 老夫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妻子的外貌,声音, 甚至哪怕一个眼神。 就算如此, 为了某个无法回忆起的重要理由, 老夫依然在守护着这个村子。 弗鲁爷爷的话让弗鲁莲愣了一会儿, 随后微笑着表示, 弗鲁爷爷可真会开玩笑, 便继续与他畅谈了起来。 弗鲁莲告诉弗鲁爷爷, 自己正在向魔王成所在地恶德进发, 寻找魂眠之地。 弗鲁爷爷则微微抬起头仰望天空, 感叹终于到了要达到魔王的时候, 要是能迎来和平时代就好了。 听闻此言, 弗鲁莲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他没有纠正弗鲁爷爷的记忆, 而是给了他一个承诺。 哼哼, 我也会把弗鲁爷爷的回忆带去未来的。 听着不错呀, 死前能和你再见一面, 真是太好了。 八十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 第二天, 弗鲁莲一行四人离开了村子。 连行前, 弗鲁爷爷告诉弗鲁莲, 自己昨晚梦见了妻子, 并表示这说不定是脱了和他聊往事的福。 就这样, 弗鲁莲与弗鲁爷爷正式告别, 继续踏上了旅程。 勇者辛梅尔死后二十九年, 弗鲁莲一行四人路过了北方诸国亚罗小道, 发现这里有人的暗鲁立刻打听了起来, 这让弗鲁莲颇为好奇。 于是暗鲁莲告诉他是在找人, 还问弗鲁莲是否还记得自己踏上旅途的原因。 一旁的修塔尔克询问, 是不是为了和性感大姐姐一起冒险? 但这一猜测被暗鲁否定。 确实, 他姐姐很重要。 不过这趟旅程的目的, 是找到十年前 启程去冒险的那只大猩猩。 在阴边说便逃出自己和大猩猩上年时期的合影。 弗鲁莲也终于想起是有这么回事。 修塔尔克则对三音居然有照片表示惊讶。 随后被告知这是当时途径村子的魔法使派的。 就这样, 一行人围绕大猩猩边走边聊。 弗鲁莲问三音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三音告诉他, 路上已经打听到不少大猩猩的情报。 就这样, 沿着这条通往北方诸国的主要道路前进就可以。 修塔尔克则对大猩猩已经离开了十年, 居然现在还能打听到目击情报感到惊讶。 对此, 赞音的解释是, 因为那家伙的名字很特别, 所以听到过的人都印象深刻。 于是修塔尔克问他大猩猩叫什么名字。 赞音则微笑着回答说大猩猩战士。 呃, 那真名呢? 修塔尔克好奇地询问赞音。 赞音则拖着下巴认真思考了起来, 但并没有回忆起什么。 结果被修塔尔克吐槽, 你们真是挚友吗? 面对质疑, 赞音简直说从以前开始, 村子里就一直将那家伙称呼为大猩猩战士, 因为这是大猩猩的要求, 并表示自己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称号, 那就是山羊狐僧侣。 听闻此言, 弗力连立刻发现了重点, 问赞音是不是没胡子的时候就被称为山羊狐僧侣, 菲伦则不耐烦地询问弗力连真的还要聊这个话题吗? 于是赞音便没有继续解释下去, 只是说有大猩猩战士的线索就足够了, 反正那家伙肯定会报这个名字, 并对吐槽大猩猩是个怪人的修塔尔克表示认同。 死人聊着聊着便来到了一个大峡谷面前, 弗力连告诉大家, 跨过这个大峡谷再走一周左右的路, 就能够到达魔法都市奥伊萨斯特。 菲伦则一边看他一边感叹长路漫漫, 这让弗力连颇为疑惑, 强调自己可什么都没做, 赞音则向大家提议去前面的村子歇歇脚, 随后又在村子里打听起了大猩猩, 并被告知大猩猩当年在这里帮村民击退了魔物,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那之后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 还告诉赞音村里的高地上住着一位叫顽固婆婆的人, 他与大猩猩关系很好, 可以找他打听一下。 就这样, 一行人找到了顽固婆婆, 顽固婆婆则表示自己顽固得要命, 要帮他做几件事才能说。 随后拜托赞音, 把信交给隔壁村开铁浆铺的纳盖尔。 就这样, 一行四人为了让顽固婆婆敞开心扉, 而开始了跑腿工作。 这样让弗利连回忆起了与新梅尔等人一起冒险的时光。 弗利连说, 跑腿送信的任务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而这类差事要么会发展成与棘手魔物进行战斗, 要么就是寻找物品时遇上重重困难。 随即立刻被修泰尔克提醒,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事实证明, 弗利连是对的, 跑腿任务果然逐渐变成了寻找麻烦的物品与魔物战斗。 然而, 被顽固婆婆折腾了几个来回的四人依旧没能让她敞开心扉。 对此, 弗利连感到有些抱歉, 她说如果是海塔或者西梅尔在的话, 大概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和婆婆打成一片。 飞伦则表示, 毕竟我们队里都是些笨拙的人。 就在此时, 顽固婆婆突然给她们下达了最后一个委托, 清理瑕谷的英雄之相, 随后亲自为四人带路。 路上, 弗利连询问婆婆英雄之相是什么, 婆婆则告诉她是位很久以前拯救过世界的英雄们雕刻的石像, 事到如今已经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而石像则一直有这个村子管理。 听闻此言, 赞音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就在她思考着被遗忘英雄的时候, 顽固婆婆突然对她说了句, 你就是山阳湖僧侣吧。 听闻此言, 赞音诧异地询问婆婆怎么知道这个绰号, 婆婆却暂时没有回答, 因为目的地到了。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座看起来相当老旧的石像, 石像刻的是背对背站着的精灵战士和人类僧侣, 飞伦觉得这两个人长得很像大猩猩和赞音。 弗利连则认出雕像上的精灵战士是克拉福特, 而赞音似乎对石像并不陌生。 得知精灵战士叫克拉福特后, 赞音询问弗利连旁边的人类僧侣是谁, 但被告知她也不知道。 原来,赞音的村子里也有一样的石像。 村长也说这是两个很久之前的英雄, 但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名字了。 年幼的大猩猩和赞音曾带海塔一起看过这座石像。 大猩猩问海塔石像上的人像不像自己和赞音, 还说他们俩不会像石像上的英雄那样被人遗忘, 绝对要让所有人都记住名字, 并表示自己想要成为勇者辛梅尔那样不会被遗忘的英雄。 但海塔却告诉她, 无论是什么样的英雄, 最终都会被人遗忘, 西梅尔也不例外。 赞音也认同这个说法, 但大猩猩依旧没有放弃。 她问海塔如果拼命锻炼的话能否达到英雄的高度, 随后突然给自己起了大猩猩战士的名号。 理由是如果想成为永远被人名记的英雄, 就一定要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名字。 思许逗得海塔哈哈大笑, 并立刻也给赞音起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名字, 山羊湖僧侣。 对于这个称号, 小赞音一脸疑惑, 大猩猩则开心地表示这是个不错的名字, 还说赞音一定很适合留山羊湖, 就像石像上的人类僧侣那样。 时间回到现在, 由于英雄之相是石像的缘故, 弗力连清理铜像的魔法对其无效, 因此众人只能动手清理, 经过一番辛苦后才将石像打扫得焕然一心。 顽固婆婆也终于敞开心扉, 和赞音聊起了大猩猩的事。 她说自己也拜托过大猩猩清理石像, 但她做得没有这么好, 赞音则表示那家伙除了战斗之外, 确实没什么优点。 不过她的名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那只大猩猩常常会叹起你, 她说想要和你一起成为真正的英雄, 把你们的名字永远刻在历史上。 顽固婆婆温柔地对赞音说着大猩猩的事, 随后与一行人告别。 回村子的路上, 弗力连询问赞音有没有打听到大猩猩的去处, 并被告知大猩猩朝北方诸国中部的贸易都市提尤纳方向走了, 而那正是弗力连要去的魔法都市相反的方向。 得知大猩猩在目的地相反的方向后, 费伦建议赞音明天再做决定, 毕竟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村民们也说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每人使用的小屋子结束。 就这样, 一行人住了下来。 准备好过夜的东西后, 费伦和弗力连互相摸起了对方冰凉的手。 弗力连还感叹, 费伦现在的温度能刷新手醉冰记录。 听完此言, 好奇的修塔尔克也凑上起来感受, 但刚握住费伦的手便被他突袭脸颊, 凉得修塔尔克大喊不要。 晚饭过后, 弗力连和费伦发现外面下起了雪。 费伦问弗力连要不要像之前那样等冬天过后再出发。 弗力连则表示这次不用犯雪山, 因此只要不下暴风雪, 明天就可以走。 结果暴风雪真的来了。 据当地村民所说, 这片区域的寒流会持续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 弗力连等人哪儿都去不了。 对此, 弗力连并没有什么意见。 在他看来, 这个村子不仅有酒馆和杂货店, 他们住的地方也十分宽敞, 环境更是比之前在雪山里好得多。 更何况村子里还有一家魔法店, 店主是一位神秘的老人。 根据弗力连的经验, 这样的店一般都会有传说级魔法。 听闻此言, 修塔尔克询问弗力连至今为止都收集了什么传说级魔法。 弗力连则得意地列举了消灭霉菌的魔法, 清除顽固有字的魔法等。 对此, 费伦的评价是这些魔法的方便程度可以改变世界, 赞音则吐槽这是什么奶奶的居家小妙招。 就这样, 私人意见一致决定在村里住下, 并开始了各自的生活。 弗力连和赞音一个一头扎进魔法店, 一个常住酒馆, 修塔尔克和费伦则一边负责生活起居一边修行, 私人基本只有在晚餐时间才聚在一起。 不知不觉间, 寒流就快过去了, 赞音的酒友问他是不是快启程了, 赞音则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和队友待在一起过。 就在此时, 弗力连突然来找他, 困扰地表示修塔尔克和飞伦看起来有点奇怪, 可能是吵架了, 拜托赞音帮忙调解, 还说调解本来就是僧侣的工作。 就这样, 赞音跟随弗力连回了家, 并看到了气鼓鼓的飞伦和哭唧唧的修塔尔克。 飞伦说全都是修塔尔克的错, 修塔尔克也委屈地承认, 随后被赞音一边骂不像话, 一边拖进别的房间调查事件原委。 据修塔尔克所说, 飞伦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自己突然用冰凉的手碰他的脸, 而自己这么做, 是想要报复一下之前飞伦同样的行为。 听闻此言, 赞音无奈地吐槽, 你们是小孩子吗? 随后告诉修塔尔克, 没有哪个女孩子被人突然摸了脸还会觉得开心, 问修塔尔克还想继续吵下去吗? 在听到他说想要和好后露出了欣慰的笑。 你和我不同, 是个实打实的好人。 我觉得你需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 如果你想和飞伦和好的话, 直接告诉他就好了, 你可不能指望福利联邦你们两个调解啊。 赞音语重心长地说着, 修塔尔克则告诉赞音自己明白了, 并表示会和飞伦道歉。 就这样, 修塔尔克离开了调解室, 随后飞伦走了进来。 赞音告诉飞伦, 修塔尔克已经在反省了。 飞伦则表示自己也想对修塔尔克道歉, 因为今天的事, 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太固执导致的。 原来, 飞伦其实并不在意脸被碰这种事, 只是当时的修塔尔克用另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并且力气不小, 这让飞伦感到有些害怕。 听闻此言, 赞音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军问飞伦讨厌修塔尔克吗? 飞伦则不解地反问, 为什么要这么问? 难道看起来像是这样吗? 既然如此, 那就把自己感到害怕的原委告诉他, 然后和他和好吧。 就这样, 在赞音的调节下, 飞伦和修塔尔克向对方道歉并澄清了误会。 赞音则在酒馆摔起了杯子。 你们赶快给我交往啊! 赞音不满地大喊着, 坐在对面的福利连虽然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但还是感谢他如此努力帮了个大忙。 听闻此言, 赞音也微笑着感慨, 说会把自己当做小孩子表扬的, 恐怕也只有福利连了。 在我看来你本来就是个小孩子。 福利连边说边吃甜品, 赞音也没有反驳。 直言这种感觉还不错, 随后询问起了自己一直在意的一件事, 那就是福利连为什么对邀请自己如此执着? 对此, 福利连的回答是, 大概是出于对同类的厌恶。 看到不愿踏上旅途的赞音, 就像看到了处罚讨伐魔王前的自己一样, 莫名其妙地感到生气。 光凭这一点, 没必要对我这么执着吧? 当时的我, 一定是想给你一个改变自己的奇迹吧。 你在说什么? 因为如果是勇者西梅尔的话, 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福利连微笑地说着, 便想起了西梅尔邀请自己的样子, 当时, 西梅尔向福利连伸出了手, 并对他说, 我就是让你踏上旅途的契机。 西梅尔他们给予了我踏上旅途的勇气, 教会了我与同伴一起冒险的快乐。 怎么样, 赞音, 这段旅程开心吗? 福利连的问题让赞音回忆起了这段短暂的旅程, 随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嗯, 开心得不得了啊。 不久后, 暴风雪停了, 一行四人终于离开了村长, 赞音最终还是决定去追大星星, 因为他不想再让自己后悔一次了。 福利连等人也尊重其意见与他告别。 分开后, 赞音无奈地感慨, 一个人的时候竟会这么安静。 休泰尔克则评价福利连的分别真是干脆利落, 并被福利连告知, 毕竟赞音已经是个大人了, 就算是自己一个人的旅途, 也一定能顺利地走下去。 勇者西梅尔死后29年, 福利连一行三人来到了北方驻国奥芬群山, 并在此露宿。 清晨, 休泰尔克发现费伦竟和福利连一样还在睡觉, 觉得应该是最近一直在赶路累坏了, 于是便独自给大家准备早餐。 然而, 早餐做好后, 费伦依然没有起床。 休泰尔克关切地凑近费伦, 发现他似乎身体不太舒服, 并打算叫醒福利连。 扔在睡梦中的福利连喃喃地说要再睡半天, 直到休泰尔克用冰凉的手碰他的脸。 醒来的福利连发现费伦发烧了, 随后翻出赞音临走前留下的药草书, 并告诉休泰尔克, 接下来只要用魔法搞清楚费伦的病症, 然后对照这本书, 便知道需要什么药材了。 要辨别病症, 需要用女神大人的魔法吧? 不是说只有盛典的持有者才能使用吗? 休泰尔克不解地询问福利连, 福利连则表示盛典自己还是有的, 就是旁边垫着锅的那本书, 这让休泰尔克大为震惊。 就这样, 福利连发动魔法为菲伦诊断病情, 虽然他并没有僧侣的资质, 无法诊断复杂的病情, 但简单的病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经诊断, 菲伦只是得了普通的感冒, 于是福利连翻看药草书, 查阅附近能入手的药草, 并想起之前和西梅尔一起旅行的时候 也在这里采购药草, 休泰尔克则建议将菲伦带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就这样, 异形人拜访了丛林深处的一个房子, 并得到了独居于此的居民接待。 休泰尔克对有人生活在这种深山老林里表示意外, 福利连则告诉他, 自己上次来的时候这还是一个村庄, 居民也说几十年前确实如此, 并表示用着异形曾经来访过这里。 多谢了, 我记得这附近有冰柱英生长的吧? 对, 不过冰柱英生长的地方比较偏僻, 在这里北方的…… 没问题, 我以前也来过这边。 等等我, 菲伦, 我们这就出发去找制药的材料。 福利连握着菲伦的手温柔地说着, 从来到这里后, 他便一直如此。 对此, 休泰尔克颇为好奇, 福利连则告诉他, 因为菲伦看起来很难受, 还说菲伦感冒的时候, 被这样握着手就会感到安心, 从小就是如此。 然而, 就在福利连说这些的时候, 菲伦突然抽走了自己的手, 只言这样太难为情了, 还告诉福利连不要把自己当小孩子, 这让福利连颇为意外。 这样啊, 也是呢。 就这样, 福利连和休泰尔克出发寻找药草。 路上, 福利连说起, 菲伦还有两年就长大了, 明明不久之前, 还是个比自己爱不少的小女孩。 随后感叹白剧过细, 在自己眼里, 菲伦依然只是个孩子, 这一点大概以后也不会变。 一番跋涉后, 福利连和休泰尔克来到了最终目的地冰猪鹰面前。 福利连告诉休泰尔克, 他们需要的药材, 其实是冰猪鹰附近生长的蘑菇。 休泰尔克则感叹起了冰猪鹰的美丽, 还说这么美的景色, 真想让飞轮也看看。 福利连也对此表示认同, 还说自己在所有东西绽放的花当中, 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冰猪鹰了, 并提醒休泰尔克小心一点, 这种花是有毒的, 福利连, 虽说平常你也把飞轮当成小孩子, 但不会像刚才那么宠他吧? 为什么这次你会一直握着他的手? 对于休泰尔克的问题, 福利连直言自己并不是把飞轮当小孩子才这么做, 只是因为飞轮当时看上去很痛苦, 才握紧了他的手。 毕竟帮助别人缓解痛苦的办法, 自己也只知道这一种而已。 随后询问休泰尔克自己要怎么做才好。 休泰尔克则表示, 他觉得福利连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就可以了, 因为师父爱泽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做的, 并感慨大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灵支柱, 没有人会因为受到他人关心而感到沮丧, 而这番话又让福利连想起了自己与辛梅尔的故事。 当时,福利连也因为感冒躺在床上, 辛梅尔则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对此,福利连颇为不解, 问辛梅尔这是什么意思? 辛梅尔则告诉他, 人在感冒的时候内心会变得很脆弱, 已经去世的母亲以前经常像这样照顾生病的自己, 因此自己每次生病时, 只要被握住手就会感到安心。 如今看到福利连生病难受的样子, 便也握住了他的手。 那是你小时候的事了吧? 福利连有些难为情地说着, 辛梅尔则告诉他, 需要心灵支柱的可不只是小孩子, 这种感觉也没那么差吧? 听福利连说还不错后, 便立刻得意忘形起来, 问他懂得关心别人的自己是不是也超帅气, 结果当即被要求闭嘴, 说回当前的故事, 休泰尔科告诉福利连, 菲伦会感到难为情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哪里, 毕竟他肯定不想被人看到撒娇时的样子。 听闻此言, 福利连笑着表示, 接下来会继续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还说作为回礼, 休泰尔科如果感冒的话, 自己也会握住他的手, 但被休泰尔科以这太难为情了为理由婉拒。 随后二人继续收集药材, 摘够了冰住鹰树根旁边的蘑菇后, 福利连开始熬药, 并被休泰尔科吐槽, 看起来就像魔女一样好可怕。 终于, 药汤熬好了, 菲伦喝下药汤后, 福利连再次握住了他的手。 没事了, 菲伦, 你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福利连大人, 我已经不是小, 我知道, 我知道的。 福利连温柔地看着菲伦, 菲伦也随之露出了笑容。 菲伦的感冒终于好了, 一行人告别了独居的居民, 休泰尔科说菲伦看上去好多了, 菲伦则表示这都是托了福利连, 休泰尔科还有赞音笔记的福。 就这样, 一行三人继续向魔法都市奥伊萨斯特前进。 勇者辛梅尔死后29年, 福利连一行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尤鲁地区。 休泰尔科跳望着魔法都市奥伊萨斯特, 并被福利连告知, 如果不搭马车的话, 到那边还要走好长一段时间。 菲伦询问福利连是不是在此取得一级魔法史资格证, 三人就可以去北部高原。 福利连则告诉他并不一定非得是自己, 谁取得资格证都一样, 反正这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不能用了, 菲伦去考一个就好了, 这让菲伦颇位无语。 福利连大人难道不知道吗? 在所有魔法史中, 只有最顶尖的一小部分人才能成为一级魔法史。 平稳是做不到的。 菲伦无奈地科普着, 福利连却依旧一副没兴趣的态度。 听闻此言, 休泰尔科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进入北部高原还需要有那么厉害的魔法史同行? 对此, 福利连的解释是, 北部高原以前就一直遍布着会使用狡猾魔法的魔物, 比如幻影鬼。 因此, 对于缺少僧侣和魔法史的队伍来说, 就是无法跨越的难关。 如今更是要求必须有顶尖魔法史同行, 想必情况不容乐观。 就这样, 三人坐上了前往魔法都市的马车, 并继续聊了起来。 福利连认为, 到成立后应该先去了解下考试的相关信息。 毕竟按照菲伦的情报, 考试内容似乎还包括实战, 因此要考虑下对策才行。 菲伦则觉得, 以福利连的魔力来说, 什么样的考试内容应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 毕竟即使是魔力限制下的福利连, 散发出的魔力也像是一位熟练的老魔法史。 听闻此言, 福利连立刻生气地表示, 不许叫我老魔法史。 于是菲伦连忙道歉, 休泰尔克也复合说, 什么称呼太过分了, 结果被福利连提醒, 你叫我臭老太婆的事我还没忘呢。 够了, 我要睡觉, 到了奥伊萨斯特告诉我。 福利连赌气般地说着, 并躺在了菲伦的腿上, 但发现自己只能看到一半天空后便爬了起来。 就在菲伦和休泰尔克对此一脸问号的时候, 福利连严肃地聊起了魔法史。 他让菲伦记住, 决定魔法史强大与否的不只是魔力强弱, 还有技术与经验, 魔法的使用和控制, 努力, 毅力, 以及才能。 还说他人生中有十一次败给了比自己魔力低下的魔法史, 其中有四只是魔族, 比如古巴尔, 有一人是精灵, 剩下的六个全部都是人类。 同一时间, 北方诸国古拉纳特伯爵领地边境, 一个黑发少女感叹着去魔法都市的路真是险峻, 并决定在此稍微休息一下。 却不了下一秒, 身后便出现了三个强壮的大汉, 面临他把值钱的东西留下。 哎呀, 难道说又是盗贼? 明明随着阿乌拉被讨伐, 这附近好不容易才迎来了和平, 结果像你这样的家伙又躲起来了。 黑发少女毫不在意地吐槽着, 强盗首领则凶狠地催促他赶快交出行李, 但下一秒便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摄影击飞, 来者正是精灵武僧克拉福特。 克拉福特警告强盗首领, 不想死就赶快消失, 三名强盗也立刻照做落魂而逃。 得救了, 谢谢你, 我是魔法使尤贝尔。 我是武僧克拉福特。 哎呀, 难道说你是精灵? 真稀奇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的杀气太重了, 我不是来救你的。 附近森林里有好几具被切碎的盗贼尸体, 那几个盗贼是被魔法使杀掉的, 而且还是个记忆精湛的好手。 哼, 是吗? 你是来说教了吗? 不, 我也是名冒险者, 也还没有古板道会对出于自卫的杀人指指点点, 我只是随手拾起了眼前的几条生命而已。 狡猾的大叔, 真没意思。 你要去奥伊萨斯特吗? 嗯, 要去参加那里的一级魔法考试。 弗力连也说过要参加那个考试来着, 下次见面时会从他嘴里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真期待呀。 就这样, 克拉福特与尤贝尔告别, 而此时的弗力连等人已经抵达了魔法都市, 并来到了大陆魔法协会北部支部, 前台告诉他们, 一级考试将于两个月后举行, 每三年一次, 并且必须拥有五级以上的魔法市资格才可以报名。 听闻此言, 弗力连立刻对菲伦表示就交给你了, 随后向大门走去, 菲伦见状连忙将他拉住, 强调自己一个人做不到, 但弗力连却坚持表示你可以的。 于是菲伦又问他如果自己落选了怎么办, 一级考试每三年才会有一次, 得到的回答则是, 那就雇一个, 或者走海路过去。 可那样要花好多钱的, 又要回到每天都没有点心吃的日子了。 菲伦继续劝说弗力连参加考试, 弗力连却无奈地表示自己根本没资格, 随后掏出了胜仗之症, 并表示这玩意现在也没用了吧。 就在菲伦询问这老古董是什么的时候, 一位老魔法使突然注意到了这没胜仗之症。 就这样, 弗力连获得了考试资格, 还感慨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东西。 菲伦好奇地询问, 这根项链是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 弗力连则告诉他理论上应该是的, 随后又陷入了回忆中。 勇者一行一起旅行的时候, 西梅尔曾问过弗力连为什么没加入魔法使的行会。 弗力连的回答则是, 管理魔法的组织经常会变, 一遍一遍地加入太麻烦了。 随后掏出胜仗之症展示给同伴, 还得意地表示很厉害吧? 却不料西梅尔等三人根本不认识。 海底蒂姑姑的讨论, 扯根生锈的项链是什么? 这让弗力连颇为失落, 坦言能证明自己是个魔法使的就只有这个了。 于是西梅尔立刻安慰起了他。 弗力连, 虽然我们不认识那根项链, 但都知道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魔法使, 这样不就足够了吗? 但你们很快就会死掉吧。 弗力连头也不回地吐槽着, 他并没有看到, 西梅尔落寞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苦笑。 弗力连大人作为魔法使有多么优秀, 我们可都是知道的。 飞轮似曾相识的话将弗力连从回忆中拉出, 这次, 弗力连没有像过去那样吐槽人类的寿命, 而是轻轻摸了摸飞轮的头, 说了句也是呢。 为了应对考试, 弗力连三人来到了图书馆, 休泰尔克当即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弗力连和飞轮则翻阅着资料聊了起来。 按照大陆魔法协会的规定, 拥有五级资格证的人就已经是独党一面的魔法使。 弗力连询问飞轮为什么之前选择参加三级考试, 飞轮则告诉他因为当时离三级考试最近。 据统计, 五级以上的魔法使总数为600人, 如果再加上6至9级的话, 魔法使的总数大概2000人。 在这之中一级有45人, 一级考试可以在奥伊萨斯特的北部支部 或圣都休特拉鲁的本部参加。 弗力连坦言一级考试确实相当困难, 因为并非每次都会出现合格者, 但死伤者却层出不穷, 又感叹现在魔法使的数量减少了好多。 100年前, 魔王军攻势最猛烈的时候, 与其他魔法使在街上擦肩而过是很平常的事。 但现在只有在这种魔法都市里才能看到这幅景象了。 总之, 为了通过两个月以后的考试, 接下来就努力修行吧。 就这样, 飞轮在弗力连的指导下开始了两个月的修行。 终于, 一级魔法使考核开始了。 首轮考试考官一级魔法使盖纳乌宣布, 选拔考试正式开始。 其眼镜同事法尔修则在一旁观察起了前来参选的考生, 并对旁边的同事赞泽感叹, 今年真是大丰收。 因为有很多声名在外的魔法使都参加了这次选拔。 比如常年与魔王军残党战斗的北方魔法队队长, 二级魔法使维亚贝鲁。 在沾满鲜血的权力斗争中胜出, 随后登上宫廷魔法使之位, 老奸巨华的二级魔法使邓肯。 以首席成绩通过三级魔法使考试, 史上最年轻的三级魔法使菲伦。 在两年前的二级考试中杀害一级魔法使考官, 因而当即被取消考试资格的三级魔法使尤贝尔。 除了这几位之外, 法尔修还注意到了散发着老魔法使般熟练魔力的弗力帘, 并询问身边的赞泽他是谁。 但得到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就在此时, 盖纳乌宣布了首轮考试内容, 考试项目为团队战, 全体考生57人, 需要组成三人一组的小队进行。 随后向考生分发了分组手镯, 手镯上面写有数字, 只要注入魔力就可以知道带着相同编号手镯的同伴在哪。 弗力连被分到了二号队伍, 他一边寻找同组队友, 一边在心里感慨这是个有趣的考试, 因为魔法使本身性格特点就很突出, 临时组成小队很难形成合作, 在这种时候, 第一印象尤其重要, 应该小心一点不要太引人注目。 然而, 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两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女孩子出现在了汉面前, 长发女孩正骑在短发女孩身上狠狠地拽她头发, 仿佛在骑摩托车。 短发女孩则边很疼便表示我要宰了你, 长发女孩也毫不在意地表示那你就试试看, 他们正是二队的另外两名队员。 而飞轮的队友则是二级魔法使兰托, 和问题少女三级魔法使尤贝尔。 勇者西梅尔死后二十九年, 弗里连与飞轮在北方诸国格勒布盆地参加首轮一级魔法使考试。 此时, 考官盖纳乌正向大家说明具体内容, 他给每个队伍配发了一个空笼子, 自己手里的笼子则关着一只鸟。 盖纳乌告诉大家, 这种鸟是栖息于此的云铁鸟, 也是这次考试的目标。 考试合格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在明天日落之前, 考生所处的队伍必须要有关着云铁鸟的笼子, 二是完成第一个条件的同时, 三名队员必须全部到场。 考生可以在会场内自由行动, 但如果队伍中有人离开会场, 其所属队伍全员都会释去考试资格。 说到这里, 弗里连一直在打架的两个队友不约而同地吐槽了起来, 说笼罩会场的结界连只虫子都飞不出去, 根本不可能有人出得去。 弗里连也意识到这俩人竟然在一边打架一边听规则。 就这样, 首轮考试正式开始, 弗里连的两个队友也依然在打架。 两个女生争抢着队伍的空笼子, 短发女生说要先制定作战计划, 结果被长发女生骂笨蛋, 质问她猎物都找不到谈什么作战计划。 现此清静, 弗里连只好无奈地提议先做个自我介绍。 至于笼子谁拿, 你们俩猜全决定就好了。 于是这一组终于进入了自我介绍环节。 长发女生名叫拉比涅, 是个三级魔法师。 短发女生名叫康涅, 同样也是三级魔法师, 二人从小就认识, 都是从魔法学校来的。 自我介绍结束后, 弗里连又询问二人对云天鸟了解多少, 得知他们一无所知后, 提议找到后先以观察为主, 因为自己虽然知道不少相关知识, 但却从来都没有见过。 就这样, 三人开始寻找云天鸟, 路上的拉比涅和康涅也还是经常打架。 走了一会儿, 康涅抱怨好累, 于是弗里连提议就地休息一会儿, 拉比涅则吐槽康涅真不像话, 并表示自己还有体力, 先去前面探探路, 但遭到了康涅的反对。 康涅强调在一起才更安全, 拉比涅则怒斥他吵死了, 这样效率太低了, 二人就这样又吵了起来。 签字行径, 弗里连询问拉比涅你很强吗? 拉比涅立刻回答说至少比康涅强, 康涅也不甘示弱地要和拉比涅打打堪, 于是弗里连又问拉比涅和自己比谁更强, 拉比涅则一脸严峻地表示, 我可不想和你战斗。 就这样, 弗里连终于放心地让拉比涅单独行动, 还嘱咐他遇到危险就赶快回来, 并且要注意上空。 拉比涅走后, 弗里连叹了口气, 心里不禁怀疑这个队伍能行吗? 康涅则主动打开花匣子, 说弗里连有点像老师, 挺适合当队长的。 听闻此言, 弗里连坦言自己也是没办法才提的建议, 毕竟拉比涅和康涅一直在吵架打架, 康涅也立刻道歉, 还说他们两个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随后询问弗里连为什么要让拉比涅小心上空, 弗里连则反问康涅是不是不太擅长魔力感知。 就在此时, 拉比涅回来了, 并带了一个好消息, 找到了云天鸟。 就这样, 三人来到了一个湖边, 云天鸟就在湖中喝水。 弗里连撑赞拉比涅干得好, 接下来就是仔细观察的环节。 但话还没说完, 康涅便站起身来发动魔法, 操纵湖里的水席向云天鸟。 受惊的云天鸟立刻飞向天空, 就在弗里连吐槽鸟要逃掉了的时候, 拉比涅也站起身来, 一边撑赞康涅干得好, 一边发动了自己的魔法。 于是眼前的水瞬间结冰, 云天鸟的半截身子也随之被冻在了冰里。 嗯, 有模有样的, 不过, 接下来大家还是趴下比较好。 弗里连平静地说着, 这让拉比涅十分困惑, 但还没问出口便听到了冰晶碎裂和音爆的声音, 随后发现云天鸟正以惊人的速度飞走。 原来, 云天鸟拥有极其强健的身躯,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甚至可以超过音速, 刚刚那种程度的限制毫无意义, 真的想要捕获它的话, 就必须要仔细观察它的习性才行。 今天一天的时间就用在观察云天鸟上吧。 弗里连平静地安排着接下来的行动, 并在心里思考起了二人刚刚的配合, 感叹他们释放魔法的时机竟忍到令人难以置信, 如此完美的配合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而就在弗里连觉得自己之前的担心多余了, 这两个人还是很靠谱的时候, 拉比涅和康涅又在他面前吵了起来。 就这样,三人开始观察云天鸟, 弗里连还给拉比涅和康涅贡献了自己的保留节目。 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 睡着的康涅被雨滴的声音吵醒, 睁开眼后发现弗里连不见了。 起身寻找弗里连的康涅抬头望向天空, 思考雨滴声音的来源。 就在他想到了些什么的时候, 肩膀突然遭到攻击, 回头看去, 发现一只巨大的鸟形魔物就在身后。 前此刑警, 康涅连忙拿起法杖准备迎战, 但下一秒, 法杖便被魔物的爪子大飞。 就在康涅陷入绝境, 无助地喊起了拉比涅的名字的时候, 弗里连突然出现, 只一击贬制服了鸟形魔物, 还不忘批评康涅, 说自己明明说过要注意上空。 受惊的康涅冷静下来后, 弗里连询问他为什么刚刚叫了拉比涅的名字, 为什么明明讨厌拉比涅, 但使用魔法的时候配合又那么默契。 康涅则告诉他自己其实是个特别单小的人, 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就会手足无措, 并提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飞行魔法演习的事。 当时的康涅看着其他人越飞越远, 自己却不敢迈出第一步, 陪在他身边的拉比涅则威胁他说, 如果康涅再拿不出勇气, 就直接将他踹下去。 我讨厌拉比涅, 我早就知道了, 我是被表扬才会进步的类型, 拉比涅总是对我说一些过分的话, 开什么玩笑, 被温柔的爸爸妈妈一直捧在手心的结果, 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吧。 如果稍微对你温柔点就能飞起来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那你说说看我的优点。 不是吧, 你认真的吗? 见康涅依然十分沮丧, 拉比涅只好说起了他的优点, 称康涅明明真的很胆小, 却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点。 听完此言, 康涅让拉比涅接着说下去, 多说几个。 拉比涅也如他所愿继续说了下去, 快康涅私下里自己默默努力, 会用心观察身边的人, 好好考虑他人的心情, 还称赞他笑起来很可爱。 结果这句被康涅吐槽真恶心, 气得拉比涅一脚将康涅踹了下去。 一阵惨叫过后, 康涅终于飞了起来, 为其感到高兴的拉比涅也就此决定, 以后再也不会对康涅温柔了。 拉比涅虽然有点乱来, 但他总是会在前面拉我一把, 就算面对再害怕的事情, 一和他打打闹闹, 我都能够起勇气。 康涅微笑着说着, 弗力连也因此陷入了回忆中。 勇者一行与龙第一次战斗的前夜, 西梅尔发现艾泽正在发抖, 询问他是不是在害怕, 并立刻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一本正经地表示真是巧了, 自己也在害怕。 结果被弗力连吐槽这是什么对话? 对此, 西梅尔道歉说, 自己本想像其他冒险者那样鼓励一下大家, 但好像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艾泽却表示多亏了西梅尔, 自己的紧张感缓解了很多。 于是海塔告诉西梅尔, 只要保持自然就可以, 因为每个人受到鼓励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如今, 看着眼前的康涅, 弗力连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话说, 弗力连,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康涅向弗力连说起了自己的新发现, 弗力连也因此诞生了一个想法, 并表示如果顺利的话, 说不定能轻松捕获到云天尿。 同一时间, 飞轮已经成功抓到了云天尿, 并对两个队友说这样一来就能安心了。 但队友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看来, 接下来才是最难熬的, 因为他们必须要守中云天鸟, 不让其他队伍把他抢走。 也就是说, 接下来就是和其他队伍对战的时间了。 首轮一级魔法式口试持续进行着, 此时二队的三人正总结着云天鸟的观察成果。 首先, 正如弗利连所说, 云天鸟的飞行速度超过了音速, 想要追上那种速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普通的攻击魔法也无法对他强健的身体造成伤害, 而且云天鸟对魔力十分敏感, 就算拉比涅和康涅一直助魔力悄悄接近他, 也会被轻易发现。 相比这些, 还有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几乎没有魔力的云天鸟, 是无法成为魔力探知对象的, 这意味着岂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找到他, 也不知道这片区域存在多少只, 而且似乎是因为考生四处找鸟的缘故, 云天鸟的警戒心更强了。 二队三人只在昨天上午发现过三次云天鸟, 就目前局面来讲, 最坏的情况就是云天鸟再也不会现身了。 归根结底, 就算我们成功发现云天鸟, 目前也没有能补获他的手段了。 拉比涅困扰地说着, 弗利连则表示这方面不用担心, 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可能有助于补获云天鸟的魔法实验, 那就是补鸟魔法。 在很久以前, 魔法使的数量远比现在多得多, 魔法也是相当大众化的东西, 当时以狩猎为生的一族创造出了这个魔法, 这就是所谓的民间魔法。 昨天晚上的弗利连就是用这种魔法从鸟形魔物手中救下抗孽。 一般来讲, 这种民间魔法只要对方大概特征是鸟类就可以, 而且补鸟魔法是一种强大的束缚魔法, 对云天鸟应该也有效。 特知此事后, 拉比涅不解地询问弗利连为什么不早点说? 如果昨天找到云天鸟就使用补鸟魔法的话, 想必现在已经抓住了。 弗利连则告诉他, 这个魔法的射程只有50厘米, 目前为止, 它们距离云天鸟最近的一次也至少三米, 并且云天鸟在离它们20米远的时候就察觉到了。 姑且和你们两个确认一下, 用你们两个的魔法很难封住云天鸟的行动吧。 在弗利连的询问下, 拉比涅和康涅了解了自己的魔法。 拉比涅说他如果能完全冻住云天鸟的话, 应该就可以限制住其行动。 但云天鸟对魔力太过敏感, 想完全冻住很难, 多半会在被封行动前跑掉。 康涅则表示只要周围有大量水源, 自己的遇水魔法就能丰重云天鸟行动。 并解释说自己的魔法可以操纵水流, 但本身并不能生成水。 所以无法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使用。 而且如果不事先注入魔力, 像水池那种聚在一起的水源也难以控制。 但雨水那种分散的水源, 就算量再大也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往水源注入魔力的话, 以云天鸟对魔力的敏感程度来看, 是不可能会靠在那里的吧。 康涅无奈地说着, 听完此言的弗利连则立刻想出了一个计划, 并表示这个计划可能行得通。 随后三二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拉比涅觉得弗利连的计划很不错, 但风险太大了。 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恐怕就要和其他队伍为敌。 康涅则表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大概就没有办法抓住云天鸟了。 随后询问康比涅是不是在害怕, 结果立刻被拉比涅当作摩托棋。 就这样, 二队确定按照弗利连的计划行动。 再来说说菲伦所在的四队这边, 成功捕获云天鸟的三人走在路上, 兰托认为接下来应该尽量躲避其他队伍, 直到考试时间结束。 尤贝尔则觉得这样很无聊, 还说魔法使不堂堂正正的战斗怎么行, 并立刻被兰托告知, 魔法使也要学会避免不必要的战斗。 就在此时, 尤贝尔发现水壶没水了, 于是一行人决定先去会场中央的湖泊补充水分。 兰托边走边感慨, 能在考试刚开始的时候就抓住云天鸟很幸运, 只要不被其他队伍发现, 等到日落就能通过考试了。 尤贝尔却表示恐怕不能如他所愿了, 随后蹲下身来拾起一小块石子, 并告诉兰托脚下的道路其实是干涸的河道, 而这种情况除了这里之外还有好几处。 此时, 一直沉默的菲伦也终于说话了, 他说自己记得这边区域是被笼罩在结界里。 兰托则补充说确实如此, 在这个考试必备的强力物理结界里, 连一只虫子都飞不出去, 那水也飞不出去吗? 菲伦抬头看着姐姐问道, 兰托也给了肯定的回答, 尤贝尔则继续观察河床, 并告诉二人从干涸程度来看, 这片区域在一周之前就已经在姐姐的笼罩下了, 于是菲伦和兰托继续讨论了起来。 也就是说, 周边的水源基本上都被集中到了盆地中央的湖里吧, 为了确保考生们可以正常活动, 考试会场内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水源才行。 就算如此, 谁也没办法保证考生一定会在湖的范围行动。 没错, 只要带上水壶, 考生就不必非要在湖的周围行动。 不过, 同样需要饮水的云天鸟是无法像我们一样自由行动的。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会在这片区域最大的水源, 也就是湖的周围进行埋伏。 想到这里, 兰托决定放弃补充水分, 尤贝尔当即抗议, 强调自己喉咙早就干了。 于是兰托表示, 可以找小一点的水源。 被尤贝尔质疑卫生问题后, 又补充说, 烧开了就好了。 就在二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贝伦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随即立刻张开防御魔法挡住偷袭。 而攻击他们的正是来自8号队伍的 二级魔法使维亚贝鲁、 艾露和三级魔法使夏鲁夫。 发现敌人后, 尤贝尔率先出击, 挥起法杖冲向对方。 维亚贝鲁则立刻出手阻挡。 并抱怨没想到刚才的攻击 竟然还有人能反应过来, 刺激冥冥下了杀手。 随后让四队放下笼子赶快滚, 并立刻遭到了尤贝尔的拒绝。 就在维亚贝鲁准备动手硬抢的时候, 一阵巨大的响声 从中央湖泊方向传来。 那是拉比涅发动魔法 将整片湖冻住的声音。 对于拉比涅这一行动, 湖边的几个队伍 和远处的维亚贝鲁都感到十分诧异。 维亚贝鲁可以通过魔力感 知道是谁发动的魔法, 但却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做。 毕竟这就意味着 与所有队伍为敌。 湖边的队伍则立刻动手熔兵, 而拉比涅已经开始跑路。 值得一提的是, 13号队伍的二级魔法使利西塔、 邓肯和三级魔法使拉奥芬 此时也在湖边。 看着眼前熔兵的人们, 利西塔询问邓肯怎么办? 邓肯则转身就走。 并表示那些人只是在浪费时间和体力, 因为就算融化了兵面也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大肆使用魔法之后, 云天鸟也不会再靠近这片湖。 随后表示 接下来要从二号队伍手里夺取云天鸟, 毕竟他们不惜与其他队伍为敌 也要如此胡闹, 这就意味着 已经有成功捕获云天鸟的计划了。 此时, 二号队伍的康涅在给小湖泊灌注魔力, 拉比涅依旧在奔跑, 弗力连则平静地走在路上, 而他的徒弟飞轮 则正和四号队伍的队友一起 与八号队伍战斗。 他也不清楚 弗力连到底想做什么。 拉比涅冻结了中央湖水后, 其他队伍的反应各不相同, 有的队伍立刻开始解冻湖水, 被邓肯评价为愚蠢。 有的队伍则已经意识到 云天鸟不会再靠近湖水, 于是开始使用飞行魔法寻找其他水源。 而在邓肯看来, 凭这些队伍智能的魔力探知能力, 恐怕不足以应对来自天空的威胁。 有的队伍则思考起了拉比涅茨举的动机, 质疑是不是故意捣乱。 邓肯则认为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 因此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目的。 就这样, 以邓肯为首的13号队伍 离开中央湖泊走在林中, 并发现了挂在树上的尸体。 他们正是被邓肯评价为 魔力探知能力智能的队伍。 看到尸体的邓肯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准备进去以2号队伍为目标潜见。 其同队的拉奥芬 却想要把尸体放下来, 于是邓肯让他抬头看看 在天空中盘旋的魔物们, 并表示挂在树上的尸体 被施加了一种魔法。 一旦树上的尸体被放下来, 天空中的魔物就会立刻察觉, 这种魔物名叫狮幼鸟。 他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引诱不杀猎物, 而已经成为尸体的这个队伍 就是因为中了圈套才被杀光。 对此, 拉奥芬直言难以理解, 抱怨说考试会场竟会有这种魔物气息, 简直就像是完全不顾考生死活一样。 利希塔子询问他 是不是首次参加一级考试, 并表示这么做的理由十分简单。 那就是告诉大家, 在这种水平的考试里丧命的家伙 不配成为一级魔法使, 毕竟大陆魔法协会非常在意一级魔法使的质量。 在人类与魔王军的战争中, 出现过很多登峰造极的魔法使, 而至今为止, 还有一群家伙沉浸在那样的往昔里。 说到这里, 邓肯突然插话, 说那不过是落后于时代的人, 利希塔则对此颇为意外。 直言自己本来以为邓肯会是这种理念的支持者, 于是邓肯表露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 魔法使的质量毫无意义, 一级魔法使只要作为权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魔法使, 如果不能掌控人心, 那就和无力的弱者没什么区别。 无数远比我优秀的魔法使, 他们失去身份和地位后遭人迫害的惨状, 我已经见过太多了, 强大的力量会令人感到恐惧, 而令人恐惧的权威终将会被推翻。 更何况, 魔法本来就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 邓肯平静地说着, 听完此言的利希塔则略带挑衅地表示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像你这么弱刚刚好, 结果立刻被邓肯回怼大言不惭, 像你这种乳秀未干的小鬼, 我闭着眼睛都能赢。 就这样, 13号队伍继续以2号队伍为目标前进, 其他队伍此时也在忙碌, 他们有的依旧在浪费体力解冻中央湖, 有的被狮幼鸟追, 费伦所在的4号队伍则正在与8号队伍战斗。 此时的2号队伍各有分工, 拉比涅继续躲避他人, 康涅对姐姐内的小湖泊动手脚, 弗力连来到了一处湖边, 迟得一提的是, 三人似乎都隐藏了魔力, 因此, 以他们为目标的13号队伍完全探知不到,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邓肯调查了沿途的所有水源, 发现这些水源全都被注入了少量魔力, 虽然少得利希塔和拉奥芬都探知不到, 但对魔力十分敏感的云天鸟来说, 这些魔力足以让他们警惕, 从而不再靠近水源。 听闻此言, 拉奥芬猜测出了2号队伍的真实目的, 2号队伍留了一处没有注入魔力的水源, 想通过这种方法捕获云天鸟。 邓肯则断定2号队伍就在附近, 并告诉两个队友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对此, 利希塔颇位不解, 职业考试会场很大, 在这种范围内, 想要找到权力潜伏的魔法使根本不可能。 邓肯则笃定地告诉他等着就好, 因为2号队伍会自己暴露位置。 此时, 2号队伍的三人已经集合在了福利连选的水源旁, 康念回报说自己已经在其他所有能找到的水源中注入了魔力, 于是福利连开始就地埋伏云天鸟, 在水源旁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魔力。 见此情景, 拉比涅不禁感叹魔力居然真的可以完全消除, 福利连则解释说也不是完全消除, 自己动起来还是会有少量魔力流出, 并掩饰了一下, 但拉比涅依然看不出来。 就这样, 拉比涅和康念一边吵架一边开始护卫工作, 拉比涅让康念不要拖后腿, 康念则表示如果是下雨的话, 自己是可以成为战斗力的, 可惜雨水会被姐姐弹开。 一段时间过去了, 福利连仿佛一块融入自然的石头般渐渐坐着, 才终于等到了落在他肩膀上的云天鸟。 就这样, 二号队伍成功完成了捕获任务, 但福利连却不像拉比涅和康念那样欣喜, 而是警惕地告诉二人位置暴露了, 得赶快离开。 然而, 福利连话还没有说完, 13号队伍的拉奥芬便出现在了她面前, 因为福利连使用捕鸟魔法的瞬间, 邓肯便感知到了她的位置, 看来已经来不及了。